玉旅正的公民参与平台 4号的晚间是置办了 政长候选人的政见发表会 同时也邀请了包括 有意参选的县议员 政代表和里长来参与 政长候选人龚文俊和潘岳霞 两强首度公开交手 不论是在政见的破话 还是公民的问答上 两人是互别苗头各有千秋 成为了整场的焦点 不论是短片介绍 还是简报说明 玉旅正长候选人潘岳霞 龚文俊两人 在这一场公民自发性办理的 政见发表会上 20分钟的时间内 各个阐述发表破坏玉旅正的愿景 留在我们公所 而不是时时刻刻 只要房页时间到就想离开 那么这一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所有所有的好朋友 我们一起加油 我们一起把我们的玉旅政建立的更好 那大家尤其这一群年轻人 我看到你们的用心 我也很希望有你们这一股力量 把我们一起努力 把我们的玉旅政建置的越来越好 第一阶段20分钟的政见发表 攀拱两人在玉旅正建设经济发展 农产业推广以及提升区域性 医疗服务在地青年专才培养等议题政建上大同小异 而在公民问答阶段 两人也互别苗头表现各有前秋 选后大家都还是好朋友 以上是越想一个重点 当然我的市政方向还是正通人和 人和正通 那么都已经很清楚 那么所有的政见 所有的政策也写得很清楚 钱要从哪里来也说明得非常清楚 我想如果是我的对手 可爱的对手 我们潘也想要潘副议长当选的话 我想这一些政策 您都欢迎您拿去用 让我们玉旅政能够更好 当然你有更好的方列 那能够一加一代二 当然是好事 当然我当选以后 您如果有好的政策 我也好好会 玉旅政首度有公民自发性举办 选举候选人公民政见发表会 强化公民参与权 攀工两人也高度支持肯定 更乐于开创在地青年发展的机会 两人也几乎11月26号 踊跃行使自己的神圣公民权 记者是玉兰玉旅政采访报道